然后对然后这个地方他们是把这个DP用到两种SVM 然后第一种SVM是他们假设的SVM这个kernel 它output的feature是一个是一个有线维度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种SVM就是他说你这个kernel可以output一个无线维的东西 但是说你这个kernel必须是一个translationenvironment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不同于之前的方法是说 他们在定义accuracy的时候 他们定义了一个东西叫epsilon delta useful 然后来定义它的这个accuracy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definition 然后这个是DP就是比较trivial 第二个是它的epsilon delta的usefulness的一个definition 然后这个地方 它这个beta是什么 这个beta是我们之前DP里的epsilon 然后它这个地方主要是它因为它的epsilon 它用在定义这个useful上 所以它就把DP的这个参数换了一个字母 大概是这个逻辑 然后它的useful是这么定义的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m相当于是一个真实的一个function 一个真实的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mhard是你加了就是加了privacy之后的function 然后他们定义的epsilon delta usefulness 就是说我在这个所有的database d里面 然后我的这个m就原始的输出 和我这个加了privacy的输出 他们在他们的fnorm下小于epsilon的概率要大于等于delta 这个叫做epsilon delta的usefulness 就是他们把utility定义成这个形式了 ok就是在w上加privation 然后这个fnorm可以是这个accuracy 然后小于等于什么epsilon 大于等于对吧 对就是加了一个perture 是差不多是这个逻辑 ok 对然后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正了 就是我在svm上做 在svm上做这个privacy 然后你要保证utility的时候的下界 这个是他们对utility 就是这个是他们对privacy的一个定义 大概我想解释一下 我有解释一下就是首先你这个t属于这个taum 他第一次就是说我从m的值域里面选一个 就是能够让这个东西最大的 然后第一第二也是选 然后让这个东西最大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 t是啥呀 t是这个就是我想想 就是md它是就你相当于md的输出等于t 就t是m的值域里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以它是把整个data 比如说简单一点 d是n乘d的matrix 那么t是一个nVvector是吧 就像那个y 不是这个t它取决于你这个m 对这个d做了什么操作 就是这个是depend on m的 你是等于是对整个data set做操作吗 我想想 就是在这个问题里 他们的setting的 他们settingt应该就是你svm的输出的那个 输出的那个real number 我理解这个 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t是一个离散的几核 还是一个连续的data space 就是data set 就是在svm这个问题里面 对或者它后面怎么用的 它这里面是底换了一个 它后面的d是那个x 它的x是连续的 它是在一个x是一个连续的d为的一个vector 它考虑了整个data set的distribution是吗 就是这个质量是不一样的 它有sample n个点 和它在这个x的data distribution上 是不一样的 它后面算的是用哪 我看到了 and d is a set of all pairs of neighbors with n entries 所以它是在离散的上面做 没问题 我看到了 好 行 然后这个地方它最后取了一个inf 相当于是它取了所有可能的dp的beta的最小值 就是它理论上来说它算的是beta的一个下界 beta不能比这个东西小 它在干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是given这个ipson和delta的useful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utility 然后它会有一个beta的一个下界 等会儿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这个data 所以是在所有可行的解中 满足accuracy 满足accuracy足够高的所有解中 找一个它的beta最大最小的 这不我吧 对是找一个beta最小的 所有可行的解中找那个最小的 那不对 最小的不是 最小是accuracy最好的 最小的那它找它自己 m hat不能是自己吗 m hat如果是它自己的话 等会儿是d 你这个还要第一和第二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是先满足所有 满足accuracy条件 再满足neighbor dataset条件的 所有的最小 OK 好 你我下走 然后这是他们SVM的一个定义 然后区别 就跟我们的区别是 它首先是一个soft margin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区别是 你知道soft margin和hard margin区别吗 我大概知道 soft margin就是它允许一些case 然后会炸掉 就是你看这里是它加的regularization 它加了二分之一wnorm对吧 对 我们是给了一个硬条件 w小一等于norm小一等于1 somehow like that 就是它把这个我们的硬条件 变成一个regularization塞进去 好的 我听懂这个逻辑了 OK 然后它这个SVM 就是他们的算法是说 他们最终会output的一个qp deal 就是好像是他们会输出这个答案 我告诉你们一个神奇事情 我刚刚在 我刚刚在编辑咱们那个视频 刚刚看到那一帧 每次掉线的时候 我也掉线了 但我在瞬间就回来了 但是你没有出现掉线 这个视频是在我这个视角录的对吧 对是你录的 对吧 对我会瞬间 我会出现一两帧的黑屏 就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黑屏 人们也会出现几秒钟的掉线 你是没事的 就是为什么我是没事的 就是那您不都掉线了吗 那您咋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但反正我的视角会录一张黑屏出来 那你的是没有任何事的 这个就非常 这感觉看上去是我掉线了吗 还是我也不知道 我再去看几个视频 你们进来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OK 对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那个 刚才你不是说 你不知道kernel translation是什么 对 那个translation invariant kernel translation invariant 就是说 这两个x1和x2之间的 kernel的内积 这个内积是kernel的那个内积 就是 它是只取决于x1x2之间距离 它跟x1和x2位置没关系 我听懂 就它这个给了一个 就相当于 就是你就x-y这样对吧 对 你可以写成 它跟它距离关 跟它的位置 OK 我听懂 好 然后这个地方 它其实 就是它这个地方 它的svm算法 是可以输出 这个最后的dual variable 这个alpha star 这个是合理的 就这个我可能 不是很纯非有意义 能看得到 alpha star是啥 就是原问题的 就是队友 队友解好像 就是 alpha OK 这里面它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解w和解 这个kernel的 我觉得太热掉了 Hello Hello 这个你在2.1 你不是在解那个w 对 然后你可以把它等价写成kernel的形式 下面 OK 所以它解这个alpha是吧 就它本质上在解这个alpha 它在解kernel的前面的那个系数 OK 然后这两个东西是等价的 虽然dimension不一样 下面是m围 m是datasite size m是datasite 然后上面 这个w是d围 你看到吗 对 就w的围数和和x是一样的 这个我能理解 对alpha的维度是n 是相当于是说你每就你的sum讯好之后 每次推理的时候你要用到你的training data set里边的m个data 是吧 是这个逻辑吗 对 就是你要用到你所有的training data OK 好 这个听懂 OK 它两个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就是在ultimate 好 我大概理解 那这一页就可以过了 OK 那我们就下一页 然后这个是那个kernel 然后这个刚刚聊过了 然后首先他们就首先他们讲 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 我想 OK 首先他们假定了这个kernel 这个kernelxx的输出 他们是一个fdimensional的一个feature map 然后他们假定这个f是一个有限的数 然后就他们的本质思想是说 我们先算出这个alpha star 然后拿alpha star算出这个真实的w 然后再往真实的w上加一个laplus噪声 然后得到它的private之后的w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假设这个 还有这个有限维的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有限维的为数f 是在最后取lambda的时候 是要被算进去的 就这个lambda会depend on 你的kernel的output的为数f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第一个 f是output dimension 就是feature map的dimension 你kernel就你kernel出来的feature map 它的dimension是i 那就是f的output dimension 不是吧 他不是先过kernel 然后过kernel之后再过alpha 再得到output 然后他只是说这是我过kernel之后的 所以alpha的dimension是大f 对对的吧对的ok 然后然后这个他们分析了一下 就是就刚刚说他有刚刚说有privacy 然后这个是说我的lambda在取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ipson delta useful 就是说它的accuracy 对等一下 为什么等一下 我还是很奇怪 因为你觉得svm的decision boundary跟f没关系 ok w hat w2的不就是一个d位的vector w2是一个d位的vector ok 如果我没理解错 你这个fi star是一个f位的vector fi xi是一个f位的vector 对对对对 这维度对不上 d到f w2的不就是一个scalar的吗 还是你alphai是一个d乘f的矩阵 不是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alphai是一个scalar 然后你的w2是一个f位的一个向量 然后你对于一个每一个 就你query的svm的时候 你的query首先要过kernel query先过kernel 然后再过 知道了okok那没问题 ok 对然后这个是utility 它大概是你的lambda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它是一个ipson delta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他们就开始说 就是我们现在假设kernel的尾数 它不是一个finet的东西 然后他看怎么搞这个事情 对这个是他们的算法 然后他们首先从这个 就是它从rt里面抽了一个roll1到rolld 这个是为了构造他们的这个phi这个function 你能不能再回到刚才那页吗 再回到那个submation alphasubmation那页 ok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加noise我们怎么加 还是直接往w上加 我感觉我们有一个可以加就是 我们直接在phi上 phi xi上加 我们假设phi xi没有这个kernel 就是ok就xi进来 对然后我们perturbxi 就是我们现在w2的等于submation alpha i star yi xi 对我们没有这个file 把file去掉 ok然后xi是01cube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randomperturbxi里面的东西 就我有一个问题 那你这个alpha 你这个alpha star 是你是用真实的xi训出来 还是拿perturb之后的xi训出来 如果我没理解错 alpha star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参数 对它是可以是 它是一个连续的参数 对那你alpha i就用真实的 就拿真实的数据训一个alpha i出来 然后只不过是你在推理的时候 然后每次用的那个data 是你加了perturb之后的 ok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 这个ok 我觉得也make sense 这make sense吧 我觉得 这个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证 我感觉他们这个paper的证明 我感觉我基本上没看过 你现在看motivation对吧 不好意思 我觉得motivation是对的 就是我们之前卡住的地方是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input data上加noise 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分析 这个noise怎么传到这个w上 现在如果你给出这个mation的形式的话 就ok了 这个问题就简标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mation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ok那我们再想一下 它如果在这加完之后 怎么把我那个flippin coin连过来 就不用连了吗 就你说在x上加那个 就摇骰子那种加法 对摇骰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对摇骰子 weighted sum对吧 对我们摇骰子可以做weighted sum 就是这种形式 你就假设 你就看这个equation前面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正负1里面的一个连续参数 然后你后面xi是一个d为vector 然后现在把这个weighted submission加起来 然后你后面那个是带flip coin的noise 这个我们setting能处理吗 ok